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能吃苦是不容易的 所以我推荐他 谢谢 说说你的经历吧 从高中开始说吧 就他刚才说你越人无数吗 从高中高三毕业以后 然后我就觉得暑假挺没意思的 然后我就去找暑假工 就找着一个卖品牌男装的当销售 当时对销售也没有任何概念 也就觉得那销售啊 就是卖个衣服什么之类的 人家说拿什么号 你就给他拿起来就行了 就这么简单 可是当我真正做的那一项 那你现在能够精准地看出 什么男生穿什么号了 差不多 你觉得这些人里面 最难挑衣服的是哪位男生 最难挑的 就是他按标准化流程来说 他比较难挑衣服的 标准化的话 应该是陈昊老师吧 为什么 因为他的身材有点略微的 有点偏 不成不敌 奇怪 我比较壮 是吧 比较有安全感 是吧 对 我不属于胖的吧 不 你是死壮 你是 你说你们俩真会聊天 我是强道去 我不属于胖的吧 他能说你是胖的吗 对 我觉得陈老师可以 其实那衬衣的领子 可以再稍微小一点 因为比较显得比较精致一点 对 还有一个问题 我们一直不知道怎么解决 我们一直觉得陈昊上半身 和下半身的比例是一样的 那怎么通过穿衣服来调整一下 你什么眼神 对 我也要评论你 明明是上半身比下半身大 就是上身穿上 你那里腿最短的是刘佳勇 你看看他的比例 来 当你跳沟里头 来 快站起来 你说我现在自从穿了短裤 嫌我腿特别长 是 如果你要是穿那短裤 超过膝盖的话 一定嫌你腿特别短 你今天是明智的 你今天是明智的 对 其实是特别短 对吧 那么李悦 你愿意在哪个老板手下干活呢 这是让我得罪老板的事 没关系嘛 有的时候也是可以称之为 为什么要说出为什么 我喜欢刘佳勇 为什么 你喜欢刘佳勇老板 你喜欢刘佳勇老板 我喜欢刘佳勇老板 为什么 因为我从以前就看过 《非你莫属》这个节目 然后从他平时的那些洽谈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充趣的人 然后我就注意他很久了 你一说喜欢他 他用那个死样子 注意你很久了 注意要加油 不是 我都不忍心打断你 说得太好了 他已经注意你很久了 其实这个问题有点跑题了 李悦 其实戴冬老师问你 是今天看到两个老板 在面试的时候 如果这样的形象出现 如果第一次见面 你会选择哪个老板 刘佳勇 还是刘佳勇 你刚才说你很高中就开始卖男装 是卖哪种男装 品牌男装 就是比较商务一点的 你肯定遇到了形形色色的客户 有没有碰到有这个男生进去买衣服 然后不是买衣服 是来看你的有没有 有 也有 对 有的男生进去买衣服一座座一下午 这样的人多吗 还可以 有些人你要我微信号的吗 很多 很多 很多啊 对 那他所有这些男生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不给啊 你怎么拒绝他 因为我们我就会说我们老板规定是不允许私自给员工 是不给电话号码是吧 对 但这个我反对你就是说为什么很多女生会剩下来 就是因为你在职场的环境里面 你太保守了 如果你发现这男生确实也不错 感觉挺不错 你就加个微信 然后成为朋友 甚至于将来成为恋人 我觉得挺好的呀 不不 但是沐妍里约是在职场 她是在 她在这个工作的地方 她原则上是不能跟她的顾客在那儿了解 难道你不能爱上你的客户吗 不能跟客户结婚吗 这谁规定的呀 其实我倒是觉得你如果说把号码留给她 你可以不断地推广告给她 把你的新品卖给她 我觉得这未必是一件坏事啊 但是 其实今天的微信和微博 已经是我们社交或者做生意 一个工作上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通讯方式